欢迎收看今天金钱到 今天行情还不错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行情 其实只花了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让市场接受两万点 确实是 我觉得在很多人的预期之外 就是算蛮强的 而且这一次又不是只拉一个台积电 造成不是很均衡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说怎么样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 不管各大财经媒体 网路上也很多 对于这一次ETF的看法 很多都是你一嘴我一嘴 有的人说这些人就是准备要高档 被人家割韭菜 然后等等之类的 稀落了很多 那当然我是不知道 嘲笑别人的人自己是赚多少 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想说 这些人说人家不厉害 怎么不秀一下自己的对账单 对吧 那或者是说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建议 怎么样才能够赚到两万点的钱 那一般的投资人其实 他懂得不是那么多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的观众懂得不是那么多 有的时候 你在看一些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只看到一些产业上的东西 或者是说你看到一些内容上的东西 但是你不懂得怎么去解读那个内容 就算你搞懂了里面的厉害关系 你也不见得赚得到钱 就好比说 这次很多人都讲说什么 谁吃谁的豆腐 然后把什么历程 然后把心谱什么出在最高点之类的 有时候我在想 你真的那么厉害 你怎么不留个空单 空个历程给我看 空个中美金 再前天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是蛮帅的 但事实上这件事情真正做出来的人又不多 所以我觉得讨论一提符这件事情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潮流 你想看看 投信这一次赚了这么多钱 对不对 他们募了多少钱 赚到真的是翻了 我看从我印象以来 我都不知道投信 有没有赚过这么多钱过 赚到人都不知道 都快要不知道东南西北 天文数字 一千多亿你知道那管理费 对不对 那个销售过程当中 你收了那些费用 我觉得别的投信 一定也会如法炮制 所以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的基金 不断的发 然后会在一些销售 或者是设计的内容上 尽可能的市场取向 因为这次最主要就是 发现了一个投资人喜欢的模式 又便宜 然后又可以领席 对不对 又就是把它设计得很受欢迎 设计得很好 那么以后这些再发进来的 也一样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一些股票你说你跌下来 你笑它也没有用 对不对 就像我讲的 厉害的人高档出一趟 那也不用笑人家 对不对 我们就出掉 然后干嘛 买回来就好了 因为那些股票也不是很差的公司 你这公司其实不是什么很差的公司 你像汉唐 拉回来 你像瑞宜拉回来 他们都不是什么很差的公司 中美金拉回来 对不对 然后和硕 你看他这个还没拉回 和硕他这个明显 他这个 好来 投信大概买这根 那这先开高 然后黄恩勋点名 对不对 那你这边有拉回 这边量缩 缩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下礼拜一可能再缩一点点 然后呢 再一根量出来打一个凹洞 你打一个 重新再补量出来 就有点像是 比方说你像今天的音乐达 对不对 你要看音乐达这样子 其实这个逻辑也是通的 投信其实也是买在这附近 那他这边也是有一根洗盘 这个就有点像是 我们在前几天跟各位讲过的 就洗盘再上 洗盘再上 很多这样的格局 但重点是洗盘的时候 你要站在买方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在这次 没有掌握到 上两万点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些所谓ETF 被很多 市场上四面八方的声音 给掩盖了 有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看不太懂 这次ETF到底在 忙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股票刚涨的时候 你就跟着上 等到大家都懂了以后 你短出一趟 其实就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 你千万不要说 股票已经涨了很长一段以后 然后你去研究 他到底 有没有机会受贿 比方说你现在去研究鸿海 怎么样怎么样 你当然短线上 你可能抱不住 所以我觉得这次两万点的行情 还是很健康的 只是说 有一些细节上 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大概接下来的几个礼拜 都有机会赚大钱 为什么有机会赚大钱 我现在就继续讲 你刚刚我们说过了 很容易就占上两万点 没有经过什么很大的革命 你也没有看到什么 股票出现一个 比方说重大的转折 比方说前一阵子涨最多的 很多人会担心说 你高档做头 对不对 你如果说 双红不明显 你看旗红 这一根是跌停 吓死人了 开跌下来 打到跌停 结果你看也是救回来了 当然你说做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不好赚 对不对 可是 高利的位阶是从底部上来的 你就弥补了这个问题 基本上你只要满在 那种刚起涨的股票 然后题材大概就是 比方说散热一定是主题材 像现在来讲的话 机器人一定还没有结束 因为那是黄文勋点名的产业 对不对 什么可能那么快要结束 那今天的话就会有一些政策的股票 比方说你看到今天赖总统去看无人机 这个就很简单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几个概念是这样子的 占上两万 占上两万 当然就继续做多 那主要是OTC 可能要看一下 OTC本来这一根长黑 大家怕什么 两万这个地方出小型股 所以你看这一根长黑 它用两个礼拜时间把它化解掉 你从周线的格局来看 这两根上一线被吞掉 这是一个中继换手格局 就像这里有一个中继换手格局 你的周KD再交叉一次 这里周KD再交叉一次 这里走一个主身段 接下来要赚这个钱 很多个股它是新的 刚开始转强 那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鸿海的话 你可以看到行进间继续在冲 很多人在鸿海里面上上下下 不过鸿海这个股票还是要看久一点 就像我说的 你看千张大户大增 这是千张大户 手上有一千张鸿海 怎么说也算隔通职务 也要一亿多 可能快两亿了 现在已经价格越来越高了 对不对 那么不要小看大底的力量 就是我在这一波要告诉大家 很多股票它其实是走一个大型的底部 那这个底部就12年了 对不对 你要从当时民国97 98一直到现在 已经113 113年这里 你再走过来12年了 13 14年的底部 所以如果你今天来跟我讲一个说 日线有什么瑕疵 那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你看像现在才三月中 三月还没有收盘 那这个位置只要收在前面的高点上方 这个量会补出来 因为现在才几号 3月22号 至少还有6到8天 那你6到8天的量再加上去的话 一定会过前面这里 其实过不过也不是重点 我认为过不过也不是重点 价格收上来最重要 它就变成一个 你看这里折上去 第一个测距在这里 第二个测距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参考一个逻辑 就参考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参考这个概念 去年的广达 去年的广达涨到哪里 大家才认同它 去年的广达从80涨到120这一段 很多人不认同 第一根月K棒的时候 很多人不认同 大部分人追在哪里 追在这里 有量为证 不要说我在讲话 说谎 对不对 有量为证 越涨越多人追 所以第三根四维 喷除第四根是套牢量 那第三根这里在哪里 220到230 是不是220到230 可是它起步点是在哪里 大概80到120中间 所以你看参考去年的广达 广达真正刚开始涨的时候 是这一段 有没有 那它中间当然有一个除袭 好那当然拉上来 那真正最多人追的时候 不是这里 这里当然有了 这里最多 那个时候已经涨三倍了 对不对 那它当时怎么涨的 因为它有一个12年大底 这里是不是一个12年大底 你差别只是在于说 今年的12年大底 轮到红海了 如此而已 所以我说不要小看大底的力量 两万点要赚钱 这个逻辑是说 你看现在市场上在流行的 就是市场上认同的力量 黄文勋都已经点名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 第二个就是台大电 大支的股票 在这里不见得是告诉你说 大支一定容易赚到钱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讲 底部上来的时候 比较容易赚到钱 这个就可以用来解释说 为什么大家宁愿去索高利 对不对 不管你今天切入哪一家 对不对 你切入的双红一定 绝对是还是受惠挥打 你只能够说双红在涨的时候 我没涨到 结论还是这句话底部 对不对 其实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 今天的军工也是底部拉上来的 我大概从上个月就开始一直强调 所以你看你第一档买这种正规的股票 如果你可以光明正大赚到钱 不必搞小动作 什么叫搞小动作 就是去找一些很偏的股票 非常的偏 偏到那个名字你没听过 那并不是说买小的股票不好 我们也常常这么做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有的时候那种股票 它有筹码上的优势 会连续跳空带涨停 但就像我说的 通常都是广达涨到一个程度以后 大家会去买广名 鸿海涨到一个程度以后 大家会去抓鸿海的供应链 那前半段就是都还没有涨完的时候 你先赚大钱 再换接着赚你那个快钱 速度节奏不要搞错 光明正大 现在还是属于光明正大 就可以赚到钱的阶段 那你就要尽量赚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台达电也证明成功了 我们就要看鸿叶达 这个是不是 我们看到昨天有特别来跟大家讲到 这个是礼拜二的时候 鸿叶达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整理到尾段了 那这个很明显 3月19号的时候 我们之所以 当时同性有买 也是原因之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洗了一下盘 这礼拜三跟礼拜四 符合我说的洗一根 是不是都会洗一根 你会洗一下 就是你第一根你发动以后 大支股票是这样子 很多人他不想做 或者是说 他排斥做比较名门正派的股票的原因 是因为他很怕那个洗一根 因为有的投资人 他喜欢去做那种很小很偏的股票 就是都没听过 然后跟着大家去锁 希望隔天开高就再锁第二根 对不对 很多人喜欢这样 那因为小型股 他不会有刷一下那一根 可是这是在成功的状态下 有失败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现在去做一些比较小的股票 假设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好了 你看你昨天去锁这一根 对不对 你遇到一个什么情形 明明昨天是一个很漂亮的带量突破 它今天是整根跌停打给你 你看到没有 你说你这个 你痛一次 我看你上半年都不用玩了 你大概吃这一根 你上半年大概就不用玩了 痛死了 你这多痛啊 因为你昨天不可能买在平板 你昨天 有的你过高还看一下 对不对 量补出来 确认他有上去 搞不好有人还锁八% 负责去锁的那个单子 今天更痛 开出来根本连你跑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里就是人采人 人采人啊 人挤人嘛 最多在哪里停损单 你不停损关上你 下的你今天周秋都睡不好觉 你不停损关上你 看你明天怎么样 这个就是很多小型股的一个 不能说他一定好或不好 我不会这样子跟你讲 只是说 在现在这个阶段 你垫一垫自己的精良 你真的有办法赚这个钱吗 世界上宇宙当中 能够赚钱的方式很多 你比方说你乖乖考个公务员上班 你也可以赚钱 你开个小店做生意 你也可以赚钱 你杀人放火抢劫也是赚钱 对不对 你看最近什么社会新闻 把人家杀掉 然后把人家钱拎走 这也是赚钱 但你觉得那种钱你赚得到吗 有的人会垫垫经典 非法的东西 我没有 你说真的要讲 那个什么诈骗园区 那个什么金山脚缅甸 那也是赚钱 那种钱你赚得到吗 你有命花吗 对不对 就很多股票一样 你看着他在锁的时候很精彩 你想一下说 我有这个本事赚得到吗 我有那个命去花这个钱吗 我有那个命吗 我有那个八字去花这种钱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讲的 如果你用一个正大光明的方式 你就可以赚到大钱了 什么叫正大光明的方式 大户就赚这个钱了 对不对 然后有人他就可能会觉得说 我可以欺负一下投信 人家投信是什么单位 你什么单位 人家手上有三百亿 你手上可能才三十万 你要欺负他 你觉得你能够欺负他几次 就算让你前天欺负到他一下好了 我出一下很开心 结果你才买三张 人家下一档ETF 照发还不是一样 收一大堆 对不对 有没有本事 有没有本事花那个钱 这种钱叫做简单钱 什么叫简单钱 所有人都知道 他还刷你一下 你不要小看大底的力量 那重点是音乐达也不是第一支 对不对 人家合硕都弄给你看过了 人家台达店都弄给你看过了 那今天音乐达当然手到擒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盘几个重点 旧的那几支AI 季线这边会不会尝试做一个指纹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金像店先指纹了 所以你看 你在杀的时候就不要小看人家 包括很多那些什么ETL成分股 杀的时候 一大堆网红在那边笑 笑笑笑 不要笑人家 我告诉你 你真的聪明的话 找买点 你毕竟那些公司都是挑出来的 没有你想得那么差 像我之前讲的 你的输赢是在拼高出低进 而不是真的看扁那几支股票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种股票你不能看扁 但是你要懂得高出低进 对不对 人家这种股票是挑出来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索罗门 这个就是机器人 来我们跟他广名 对不对 他这个振完以后亮缩一下 中继还是有机会 先让他看有没有机会站上80 他这个如果站稳80的话 你机器人还是华文勋点名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林群 今天就是走这个概念 往上做了一个供给 那另外我们看到广达家族当中 鸡汤股很强 现在开始走了 再来就是我讲的高丽了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有来告诉各位 这个高丽有机会去取代到 这个在散热的族群 尤其艺人这一块 拿下这次的主帅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位阶是比较低 刚刚涨上来 那如果说你拿双红旗红比的话 他们去年已经涨这么多了 所以今天供一个涨停 有的时候有一些投资人 他可能会认为说 不管怎么样股票你上涨 要给我个理由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理由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讲 有很多产业的理由的话 那你重电除了华城 其他全部都不要买 这合理吗 不合理吗 因为华城不动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赚四点 就像这一次你说 散热那我除了龙头之外 我全部都不买 这个也不对吧 应该是说股票涨底部的时候 你就要赚底部的钱 对不对 高丽他没有涨过这一段 拿下Q1来布局Q2 是这一次我们的重点 我觉得 今天音乐达这个地方 再走上来 带上前面的那个 升级以后 那只是证明一件事 今年的前两季是一个底部轮流起涨的时候 底部轮流起涨 你看这一次开始 你从鸿海 和硕 神达 英业达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我说的 轮流起涨 因为这个现象去年发生过 技嘉广大伪创 只是说现在有些人 还是把那个心思 放在技嘉广大伪创上面 而没有去想到过 他们这些股票去年都涨五倍了 那今天有一些股票 开始复制那个逻辑 所以跟着我们去做布局Q2的动作 这个最重要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下回来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整个政策股的这边 好我们看到深微能源 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整理 看起来也在第一档重新做一个指纹 很多的股票 那经过整理以后 比方说像今天的剑翰 这个应该找到低轨卫星 回来跟网通这一块了 鸿海集团现在资金开始有点扩散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药 这个也是中继 大概整理已经三个礼拜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台光电 台光电的话 它有比较拉回比较深 那投信出这一根 大家记不记得 就这两根 那其实你出完了以后 看起来在季线这边也是做指纹的 那我觉得 很多股票因为 整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发现 其实两万点也是站上了 第一次大家狂出的时候 就是担心你站不上 那看一看发现说 两万点好像也指纹了 这个就变成有一些资金 它会减回来 因为你第一次碰到两万点的时候 假设你是一百块 现在已经站上两万点了 你回到八十块 那你后续还是看好 为什么不捡回来 它就会形成有一个价差的时间 并不是说你一动它两万点 你赌它两万点站不上 一定做投 你就把股票都出掉 你出也会出错 对不对 我想ETF那些股票也是一样 你拉回来 你说你拉回来到15到20% 甚至于你回到一半 七张点那附近 你的股票本来就是该买的股票 对不对 因此这种现象 我认为都是投资朋友们的机会 因为股票有时候是跌出来的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 有一些股票你拉回来 就看你有没有打底成功 好那通常是 同样是这种拉回来的 我们不想来看一下 包括在镇林 今天你看拉回来 反攻第一根 光盛 细光石这几只股票 也开始来做一个整理了 开始在做一个整理 主要是OTC的指数 本身就开始做整理了 小型股我想也是一样 那我们接着讲政策股 四电是这一波的指标 好那今天总算开高 留一个小黑K棒 留一个小黑K棒的话 周一看起来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 找到下一次的买点 不过今天比较重要的是 除了重电之外 它有一些跑到电线电缆这边来 跑到电线电缆这边来 那大雅价格相对低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跟各位提到的上尾投控 这个就是一个最标准的 回到季线这边让你买 那你看如果你不买 今天是涨停板 对不对 记住这个状态 拉回来季线你要买 对的股票拉回来季线当然要买 不然你要在什么时候买 占上两万点很多个股做投 也不合理吧 所以不要股票一跌你就在那边说它东说它西 说它什么破发 说它哪一支股票怎样被吃豆腐 不要关心你自己的事就好了 如果是以我来看 身为一个局外的脑筋清明的精明人 我很清楚这逻辑很简单吧 你们在那边乱 我就在那边捡便宜 对不对 真正赚到钱的人闷不吭声 你拉回来我捡便宜而已 你捡便宜而已 你拉回来我捡便宜而已 政策本来就是这样子做 好那今天大雅创了一个新高 雷虎就是今天 大家有看到吗 无人机就是在走赖总统 今天有提到这一段 雷虎比较特殊 因为他没有知眷 所以礼拜一看一下 格冲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不过整体来讲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先前有龙德造船长了三根 大家在这边性质也比较高昂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一阵子 有跟各位提到合作伙伴一起 找刚刚整理完成的 找刚刚整理完成 我们下礼拜的重点之一是 政策股2.0 政策股2.0 因为接下来总统 一定会参访各家不同的产业 他去五个地方 你就五个机会 对不对 政策股2.0 好好把握 礼拜一我带你做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